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师姐那时候还没上班 小孩子也长大了 家里白天比较空闲 他就想说 不然我来给你开一下 我说小台车你也可以开 我这款的废车是要换档 他说我会开 因为那个时候去烤驾照的时候也是手牌的 我那个美容不一样 卡车要坐车盘 那个角度会抓不稳 说没问题了 欢迎说我开下去了 所以他也胆子很大 他就环保点 联络说 你如果缺手机 你经常卡车我来开车 那个车子是比较小型的 但是在巷子里面来讲 因为我们旁边有坐那个护栏 就蛮高的 我来告诉我 他也是有点很紧张 他说不知道是什么事情 因为那个车厂旁边巷子比较小 人东西也多 车子也多 所以他要进去那个巷子里去回收 刚好就在路边 就有一个索推的面前摊 不小心在这个护栏 卡到面前摊的那个车子 上面它有一个架子 雨棚车 车子往前看 没有看到旁边也没看到后面 就整个把那个面前摊 整个就拉翻掉 整条都没了 那后面旁边一直在叫 你车快停 我们的米沙大都倒了了 你又滴滴滴 所以旁边的就一直拍他的车 叫他停下来 女孩子身材比较小 卡车她的椅子比较没有办法调 往前调 所以人会往后坐 前的视线就会比较大 看不到 他有一次就回坐 我在地下室里面 一般都是小车子 交车进去 开起来还是蛮顺的 对 那如果你小卡车开进去 就人高高的 那一往下看的时候 好像说 那个斜坡非常的抖 要进去的时候 噢 这个地下室斜坡那么抖 心里就有一点担心 但你们再背起来 车子已经往下走了 你不得不进去 对对对 到里面 你要回头 要掉头 就搞了半天 旁边那个环保志工 回收的工 滑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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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抖 刚开始启动 一定要用一档 他可能用到二档 到了一半的时候 车子就没力了 没力车子就会往后退 又倒回来 你也知道说 人紧张的时候求菩萨保佑 求观世音菩萨 一直在求 一直在说 哇 观世音菩萨 你快报废 我是在做回收做好事 你不快报废 让我们车快出去 没有心情要听到 外面环保志工就在指挥 是这个可以了 其他没有车子 快开起来 他就胆子加大 就一加 眼睛不知道有看没有看 不晓得就一直往前冲上来 回来以后还在紧张 心里讲话都会发抖 所以你看看菩萨的精神 就是难行能行 不要被困难克服 我们要去克服困难 这就是我们做慈祭的一个好处 成长自己 莫忘那一年 我是张生田 咱是这样做环保